You got it! You got it! Oh no! Yo!What's up! 沛隊 我是劉沛Pierre 帕魯奇亞登場 耶! 所以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解釋 到底用哪一些寶可夢克帕魯奇亞 另外也會跟大家分享 2月份的社群日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也這麼期待的話呢 按鈴鐺 Pokemon GO! Pokemon GO! 但是我們先回來到 蓋歐卡跟固拉多的最後一天 完美IV是2351 2337其實蠻高的 我們猜11顆球 今天是最後一天 希望色違 啊 不是 最後一天 沒關係 慢慢來 沒關係 慢慢來 最後一天 我們等下一個團體站 之前先跟大家講 關於2月份的社群日 那這次2月份的社群日 是在大概過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個社群日就是 是小山豬 豬年 小山豬 不錯 時間的話 亞太區是2月17號 早上11點到下午2點鐘 如果是日本、韓國的話 就是12點到3點鐘 歐洲、中東、非洲還有印度區的話 是2月16號 早上10點鐘到下午1點鐘 美洲區就是2月16號 早上11點到下午2點鐘 所以一樣 我們這一次的社群日 就是我們亞太區是最後一個 那希望像上個月一樣 沒有任何的網路問題 跟每一個社群日一樣 會有3個小時的櫻花 再來就是捕捉寶可夢 會獲得3倍的星塵 所以強力推薦大家 在社群日的時候 用你們的星星碎片 那這次如果進化小山豬到象牙豬 限定招式的話 目前還不確定是什麼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 要進化到象牙豬的話 就需要神奧石 這個有一點不好 因為你要累積很多很多的神奧石 才可以有更多的象牙豬 但是他們有增加的就是 在訓練家對戰的時候 社群日當天可以有5次的獎勵 而且在社群日這3個小時的時候 訓練家對戰 有可能可以獲得5次的神奧石 但是會不會提高神奧石的獲得率的話 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 從今天開始直到社群日 當天每天一定要跟隊長對戰至少一次 然後跟朋友跟玩家對戰至少3次 社群日當天那3個小時 可以跟玩家對戰5次 這樣的話會有最高的機率拿到神奧石 那當然社群日會有色違 小山豬的色違我覺得是蠻OK的 但是長毛豬的話 牠的色違很漂亮 是完全金色 然後象牙豬 牠的顏色是比較偏暗的金色 但是拿到色違還是非常棒 那也是推薦大家 如果是沒有拿到很好的IV 色違的小山豬 可以跟朋友交換 這樣的話有可能可以把牠的IV提高 因為現在神奧石唯一可以拿到的方法 就是玩家對戰 對戰 七天的突破性近戰 因為只有這三個方法 說實話比較難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為了拿神奧石 會玩家對戰 我想要問問大家 對這個對戰是有興趣嗎 是想要看這些關於玩家對戰的影片嗎 你們是真的有認真在跟朋友一起玩 還是說只是為了神奧石來這樣玩 以下留言告訴我 這裡也會有投票 好 旁邊這個剩下七分鐘就會孵出來 希望固拉多或蓋歐卡 不管 只要有色違就好了 Let's go 好 我們看看我們今天的第二池蓋歐卡 2322也還OK 只有10顆球 但是色違 是色違 不是色違的 喔 抓到了 剛剛我覺得 就是因為網路有一點卡卡 但沒關係 至少還是有抓到 喔 IV還OK 攻擊不是15 但是至少有抓到一個 那我們看看旁邊還有沒有 OK 目前沒有 等等吧 沒關係 希望 還有色違 希望有固拉多 好 我們來 好 那我們打下一個團體戰之前 先告訴大家 下一個傳說寶可夢就是帕魯奇亞 那它會從1月30號出現到2月28號 帕魯奇亞的CP是50019 至少三個人是可以打敗 3到5個人 帕魯奇亞的話 它是龍屬系 還有水屬系 完美IV是2280 天氣加成是大風天 還有下雨天 就是2850CP 只有龍屬系 還有妖精屬系 可以課帕魯奇亞 最好最好最好的就是 烈空座 還有快龍 這兩個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很多快龍 尤其是因為 有之前的迷你龍社群日 另外的話 帕魯奇亞自己可以課帕魯奇亞 可以用暴飛龍 拉丁歐斯 拉丁歐斯 但是還是推薦大家 至少快龍跟烈空座 如果有6人以上 那就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也可以用妖精屬系的 像 Gardevoir Togukis 這兩個也可以用 帕魯奇亞 它有兩個普通招式 Dragontail 還有Dragon Breath 特殊招式的話 它有三種 Dracometeor Fire Blast 還有Hydro Pump 如果帕魯奇亞的特殊招式 是龍屬系 Dracometeor的話 Dracometeor的中文 蛤... 叫做... 我忘記了 Cedric幫我加字幕 Dracometeor 雖然龍屬系 非常克我們的快龍 還有烈空座 但是 如果人比較少 還是要用這幾個 對付帕魯奇亞 那如果是有Fire Blast Hydro Pump 這兩個完全沒有問題 好 基本上就這樣 那帕魯奇亞的話 它會是非常厲害的 龍屬系寶可夢 然後 它也是很棒的水屬系寶可夢 它只輸給蓋歐卡 但唯一帕魯奇亞 為什麼不太好的水屬系 就是因為它沒有水屬系的普通招式 OK 基本上就這樣 回到明天可以打帕魯奇亞 好 我們現在是第一天的帕魯奇亞 然後呢 他們推薦大部分是魔偶 就等於說 這個帕魯奇亞 是有龍屬系的特殊招式 會比較難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裡面 Yeah 有13個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 只是你看喔 它一次 我就死了 我覺得應該是沒問題 只是需要用很多Max Revive 那另外的話 可能會有些人問 到底帕魯奇亞在玩家對戰好不好用 其實因為它的技能組是還OK 所以別的龍屬系會打敗它 另外的話 我覺得因為它又是水屬系 所以它天氣加成 在台灣的話比較簡單 下雨天就會天氣加成 平常龍屬系如果是大風天 比較有難度 OK 好 我沒有看到我 但喔 Yes 有學習器 13個球 我希望它會抓到 喔 它感覺有一點遠 完美Ivy是2280 我的2212 美根的是241 很高 我看 它圓圈好小 我覺得可能丟在它 在這時候 所以可能它準備要回去 我先試一下這樣好了 喔 糟糕 喔 但是其實丟還OK 丟還OK 它的尺寸真的很小 我到這個圓圈看是不是Excellent OK 是 是 所以你們剛剛有看到 它可能大它頭一點點 就是Excellent 所以等它攻擊到 準備差不多回到原地 在這時候就丟 Yeah 你試試看嗎? 我好像在遠處 兩個 兩個 不是 在那邊 喔 不好 對 好 所以基本上它 因為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遠 所以可以稍微丟的時候 是比較斜 所以是OK Yeah 看到嗎? OK 剛剛沒有中 但是我有抓到那個感覺 我覺得保險一點 我們還是用一個金色莓果好了 因為是我們第一隻炮物吉亞 OK 它 它比較斜 但是也是比較整個螢幕的尺寸 喔 我的 你得到了? 我得到了 Yeah 另一個抓到了 換我 Yeah OK Excellent 拜託 金色莓果Excellent 拜託 一個 那我這個是iPhone X的螢幕 所以它那個感覺好像是 逆時鐘的話 它是從非常左下角 到基本上差不多右上角 所以如果是順時鐘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 非常的右下角到差不多左上角 可能到這兩個按鈕 到那個位置 OK Excellent Come on please 一個 兩個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 Oh no 那是可惡 呃 可能你不是Pokemon的Youtuber 哈囉 沒關係 慢慢來 我們試一下 下一個 拜託 拜託 那是可惡 好 好 希望這一次可以抓到 而且CP2221一樣的 R-E-0 喔 美根的好敵 2-E-0 Oh my gosh 所以這一次 金色莓果 每一個都是金色莓果 OK 請保證你放到它 OK There we go Excellent 所以 我剛剛說可能沒有那麼遠 其實 嗯... 它比我想像的更遠了 There we go 好 我會了 現在如果是從最左下角到最右上角 就應該是可以 Yeah there we go I got it I got it 兩個 三個 我的 I got it You got it Palu奇亞歡迎拿到我的Pokédex 剛剛我以為失敗 結果真的有非常好 但IV不好 但是沒關係 因為還有一整個月它會出現 而且應該接下來會下雨吧 會天氣加成 所以加油 另外的話現在有新的頭目 那我現在錄的這個時間 還沒有出現頭目有誰 所以 應該上傳的時候已經有 所以是在這裡 在美根的臉上 對 這些是新的頭目 嗯 好 那要注意一下的就是這些 OK 等一下 我的 那今天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前面已經問了 但是就關於PVP玩家對戰 你們想要看這些內容 然後想要看什麼樣的東西以下 留言告訴我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按按喜歡 更喜歡就分享訂閱 有可能會看到最新的影片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噓 OK嗎 STOP 那我是 喔 嗨 寶貝 喔 等一下 嗨 寶貝 不知道那隻狗是誰的